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本赛季至今,曼城仅仅排在了英超联赛第五位,落后榜首的利物浦三分。 而且,一直让曼城引以为豪的进攻,也在本赛季大打折扣。 他们在15场比赛中,仅仅打进了24例进球。 鉴于阿规罗即将年满33岁,另一名前锋热苏斯的状态又不稳定。 因此补强封线成为了曼城在未来影员的重要任务。 而多特神风哈兰德就是他们的一大目标。 哈兰德已经无疑成为了新生代中最火的一名前锋。 在去年1月加盟多特蒙德之后,他已经为大黄蜂出战了34场比赛, 打进了35例进球,并贡献了6次助攻。 出色的实力也让他吸引了诸多豪门的关注。 英国媒体指出,曼城是哈兰德为可以在未来10年统领球队封献的顶级人才。 而曼城想要引进哈兰德,就必须要面临包括同城死敌曼联在内的多家豪门的竞争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曼联依然在关注多特边风桑桥。 早在去年夏天,曼联就曾多次为桑桥送出报价,但多特坚持1.2亿欧元的要价不松口, 使得曼联最终只能暂时放弃。 不过,想要补强右边路的短板,曼联依然需要桑桥。 英国媒体指出,这成为了曼城在追逐哈兰德当中的一个优势。 原因在于,曼城握有桑桥15%的二次出售分成。 也就是说,如果桑桥的转汇费超过1亿英镑, 那么就将为曼城带来超过1500万英镑的收入。 英国媒体指出,曼城可以和多特谈判,重新调整转汇,分成比例, 或者索性放弃桑桥的转汇分成,用向多特出让利益的方式, 换来在哈兰德转汇战中的优势。 目前,哈兰德与多特的合同中,有一项6500万英镑的违约金条款。 该条款会在2022年夏天升下,而曼城也一直在等待时机。 为了不错过哈兰德,相信会有多家豪门,愿意提前运作他的转汇。 代价是支付给多特一笔不菲的转汇费。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,维拉名将阿邦拉霍为哈兰德送上了赞美。 他表示,哈兰德是一名全面的射手,英超俱乐部希望得到他, 但拜仁和黄马才是热门。 我认为,多特可以为所欲为,如果桑桥的转汇费达到1亿英镑, 那哈兰德就能值1.8亿英镑。 这是一笔疯狂的转汇费。 他会成为多特出售的最昂贵的球员,因为他一直在变得更强。 他一直在学习,他看起来十分饥渴。 他不会只满足于维多特进球,他会变得越来越好。 你们可以看看英超球队,有多渴望的。 到他,曼城,曼联,切尔西,利物浦,全都如此。 他会为这些俱乐部带来什么? 谁在1月签下他,谁就能夺得联赛冠军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